而这么冷的天气也传出很多民众猝死的意外事件 要如何让自己在寒冷的气温当中可以保暖颈部头部 以及如何洗澡才不会暴露在危险当中 我们来看医师怎么说 气温下降近日寒流来袭也传出民众猝死意外事件发生 而要如何让自己在寒冷的气温中保暖以及如何洗澡 才不会暴露在危险当中 医生来帮你解答 洗澡的时候尽量把因为里面的温度比外面的高很多 那因此一下子出来的时候也要注意 第一个把湿的身体跟的头发呢擦干净 擦干穿好保暖衣服 那头发呢尽量用围巾把它罩住 这样的话就是减少到所谓的体温的上湿的速度 温差剧烈变化尤其天能起床更要注意 医师也提醒起床时先建议不要直接掀开被子 可以先在被窝中做一些简单的暖身让身体先预热 部分都已经穿好保暖的衣服了 那只是所谓的一些温差的剧烈的差别 那所以说我们在一般来讲的话 所谓的这个保暖的时候 保暖的这些毛毯的话都好几层 所以可能说慢慢慢慢的就是 第一先把外层抠掉 温度下降加上寒流来袭 民众无论是在室外还是屋内都要做好保暖动作 接盘这里台东市报道